一个春节假期摆在我面前 我没好好珍惜 等到快要结束了 我才后悔莫及 人世间最痛苦的事 莫过于上班 如果上天可以给个机会我再来一次的话 我一定不会浪费 如果非要在这个假期上加一个期限的话 我希望是 上完65天 你轻轻一点 听说你明天开始上班呢 很不爽是吧 我还没办完呢 我还浪漫了 还在上时间太太长了 别放心 恶狗 我可能得重病了 一到上班就起不了床的病 那你给你老板请假去啊 可我想又开门红包 哦 那你他妈就整个屁啊 乖乖滚回去上班吧 算了 我还是请假吧 老板 给我个机会啊 怎么给机会你啊 我感觉过了个假年假 我想再请个假 请假 春节七天请假 你有算过要扣多少钱吗 那就是要扣很多了 对不起 我是老板 过完连法租水电都会涨 你还请得起家吗 为什么突然之间又加猪了呢 还让我们让人休息了 你们自群狂八蛋 才连出炮就在这吵吵闹闹 过完年全都花光了 将心比心的想一下 是不是不应该 死穷鬼 活该出发上班 从今天开始 不管你工资加没加 房租肯定要涨的 你咬我啊